各位網友早晨,我是吳仔 早晨,我是Hei 我們HeiFive 晨早新聞報寸 HeiHei,今天天氣如何呢? 請大家給個Like 來到7月14日,星期四 酷熱天氣警告是現正生效的 今天天氣是大致天情和酷熱 稍後局部地區有驟雨 市區最高氣溫約34度 新界會再高一兩度 最輕微至和緩的東南風 好啊,今天的新聞厲害了 有個26歲的男生 男生可以這麼說 找回一條屍 因為他玩直立板的時候 掉到水裡,就失蹤了 也挺慘的 直立板本身有條繩扭著你的腳 一掉下去可能脫掉了 然後就失蹤了 然後就不見了 說到有個父親大義滅親 舉報的女兒就藏毒 嘩,那些貨就多了 成一百萬的 因為藏毒最高可以判終身監禁 這個父親都夠小 真厲害了 好,破最大型的假結婚集團 年輕護士賺快錢 就跟人假結婚 有成一百五十宗 涉千萬的款項 入境處賭破了 歷年來最大的假結婚 我想一直都有這些 而且每一個國家都有這些 我聽朋友說 你去台灣,好多人入境 去哪裡呢?又這樣又這樣 但真愛是無敵的 結婚可以去任何一處 那些人都這樣說 真愛是無敵的 另外看到很多暴力事件 彎仔雙下私人回所 被人掃了個牆 那些刀棍的黑客 不是黑客,黑漢 大肆破壞 真是治安又不好 另外看到 一個2019年中槍 那位 男子 示威者 穿了裝備 他說 一度傳他 他是早已離港著草的 但是 又被重案組拘捕 昨天 再被重案組拘捕 星期四區域法院提堂 即是今日 即是走了還是沒走呢? 走了沒理由回來 即是沒走 等下跟大家講講詳細 現在先講 疫情的詳細內容 新增3154宗確診 多兩個人死亡 多麗樂修院小學部 4A班 三人染疫 就需要停貨 又破3000大關 當中2943就是本地個案 211就是輸入個案 另外再新增2宗死亡個案 學校情報高達387宗 涉309間學校 有四間學校 個別班級要停貨 剛才提到的 馬利諾修院小學部 4A班 有三個人中招 另外也有些學校要停貨 211宗的輸入 有53宗來自英國 英國你也知道是共存到不得了 他現在沒有熔斷 有他 輸入 超過10宗的國家 有英國 美國 泰國 澳洲 泰國也有12宗 兩個死者 一個65歲的男士 打了兩針 入院的時候嚴重肚痛 他可能與主動脈 主動脈 莫尼 莫尼 有較大的關係 但入了確診死亡數 以轉交死因 停跟進看死因 不過是進去的 兩個死亡者 另一個是102歲的婆婆 他本身有高血壓 和腎功能受損 都是放進去的 好 我們看到 疫情底下 深圳灣口岸 呈陽性人士 是沒有人管的 接著說 手袋又叫他走 他又想拼過關 有些有沒有自己檢查過 走去驗的時候不行 叫他回頭就算了 政府會不會再跟進好一點呢 有81處的食肆是上榜的 不 sorry 是81處強檢 21個是食肆 是的 迪士尼衛星餐廳 旺角red mister 旺角都還在 原來現在的色彩都還在 原來的色彩都還在 現在的色彩都還在 厲害了 先看一看安心出行 好 看看疫苗保障基金 再增94宗申請 有12宗獲賠865萬 那你問我又不多 你除回12、865萬 那有些什麼情況呢 那12宗裏面 包括面坦、心肌炎、心包炎等反應 基金目前以為1宗死亡個案 發放200萬 200萬 那叫什麼金 那叫什麼金 那叫 另外269宗傷害個案 累計發放了4211港幣 原來也有錢賠 不過看數字來說 嗯 即是 都慢一點 還有 都難 難 難 因為他說有些是 與疫苗接種因果關係 不確定 有些說與接種疫苗無關 那就沒有了 喏 其中有394宗 就是那些不確定的 245宗是無關的 在900多宗申請裡面 暫時就批 批了94宗申請 是批了12宗的 剛才所說 是啊 那26多宗 我不知道他怎麼計算 在大數那裡也沒有計算 沒事就最好 有事就上網看看什麼方法 說到原來 昨天凌晨 剛剛的凌晨應該這樣說 因為昨天是接近14號 那超級月亮 就厲害了 連李家超特首 都分享超級月亮的貼文 引起網民什麼美麗的誤會 哦 因為他寫了連成一線 哦 連成一線 特首李家超競選口號 是我和我們連成一線 那hashtag呢 其實是無關的 是兩樣東西來的 所以美麗的月夜發生了一個誤會 美麗的誤會 哇 月亮真是很厲害 今晚也還有 可以看一看 那天我也覺得厲害了 日光日白 望上天也看到很大很圓的月亮 很多人就步去尖沙咀海旁 直擊全年最大的滿月 市民舉手機 相機 一起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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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拍 那很厲害 那麼厲害到會怎樣呢 說月亮比平時大了 7% 原來 哇 一成都不足 但是很大很光 看看吧 看著吧 看看最近大家 做人有什麼異樣 經常說滿月的人會影響到的 天降意丈,Now成人台節目被投訴色情 這個挺過癮的 成人台節目被投訴色情 通訊局審議投訴時發現 這一部銜片有文字聲明 演員18歲以上,不過角色演繹16歲以上 因為他是扮著校服的女角 在街上被人強行老酒推上客貨車 帶到偏僻露天工地多次強姦 女角色被威脅脫衣性交情節 遭性侵期間不斷哭泣,亦遭私暴者恐嚇 片段詳細描繪強姦的過程 私暴者從性侵女角的過程中得到極大快感 通訊局指節目播放時段,螢幕不時顯示 標題提示,觀眾啟動家長鎖碼裝置 須有電腦遮蓋效果,亦大部分中距離 特寫鏡頭中看到性行為和良性的性器官 成人台節目被投訴色情? 我真的覺得很奇怪 成人台不是看色情的東西嗎? 究竟他現在是怎樣的? 我覺得這則新聞很特別 讓我跟大家報一報 好,食肆高層被勒索案 呂被告說曾經反思過 或者因為性經驗不足才會得到他如此對待 這個好笑的,有些男人說 你每次跟別人做完收五千元 你覺得是真愛? 真的不是買賣? 可能你當家用又沒頂 第二次性交後獲得五千元居馬費 但你已經有頭家了 你肯定是居馬費,不是獄金 人妻被告曾反思做錯些甚麼 他可能性方面,我不是一個有經驗的人 經常說我不夠聰明 那你們兩個才知道 即是說他那方面不行 其實男女的事 女人的事,你說那方面不行 甚麼性性 如果他要得的,要功夫好的 代表個女性 也不是特別天之角色那種 這件事你聽到好像風化案 不是,sorry 是告個女被告王沙沙勒索 所以這件事是很juicy的法庭新聞 會繼續說下去 甚至是用抽X來形容這個女人 即是那個高層 找回老婆沒有?不知道 不過你們可以上網看一看這件新聞 真的沒甚麼興趣 這件事很可憐 大熊貓安安食肉不振 兩個星期沒見了 海洋公園一起集氣加油 原來啊 原來啊 安安 已經百多歲了 在人類的壽命 他說今年已經是35歲 人類來說 好像是105歲了 對,105歲了 嘩,真的 原來他的盤 佳佳 在很多年前 2016年10月已經過世了 現在呢 他出現食慾不振 沒甚麼精神和粉絲見面 對,我也想看他出來 看一看背部的拉鏈 相傳說 一隻東西不出來的時候 就有人扮 走一隻出來 背部有一條拉鏈看到 不過這些都是 海洋公園的笑話而已 捉那隻百歲熊貓 熊碎 人碎熊碎 可以移養天年 公園說 一起為安安集氣加油 讓他早些恢復元氣 他恢復元氣出來 又是用來籌奔的 唉,真是動物園的動物 都是的了 都105歲了 我覺得就 真是順其自然會好一點 感覺上 最重要是他樂活 好 另外呢 麥當勞 這個麥當勞員工這件事 好像在大陸 是嗎 應該是 是呀 港洲白雲 那就有他了 因為其實 麥當勞也有些新聞 香港 有人 就說 甚麼不做人生意 接著 麥當勞是你的 現在 不做過生意 就放了上網的影片 暫時未炒到是新聞 那就不知甚麼事 沒有前因 沒有後果 這樣 有沒有試過 吃麥當勞受到不禮貌對待呢 我touch wood 就沒有的 不過那些清潔工就有的 不過這些很難說 唉 不加料也算是這樣的 我們講第二單新聞 全灣日式放題店 經見蟑螂甜蝦 食客投訴 餐廳怎麼說呢 那隻甜蝦真是有隻蟑螂 小小隻 非常噁心 店舖承諾 如果有任何問題 會負責我 大隻蟑螂 大隻蟑螂加料 又未必是他加進去 可能他自己飛進去都未頂 跌進去還是怎樣 說的 不過這些所謂阻人收工 如殺人父母 我都試過了 又是日式餐廳 那時候臨人收工 叫了個蛋豬還是蛋牛飯 好像是蛋牛 我們找到到底 他夠膽死做了半碗生牛肉給我們 做了這麼白癡也有的 是啊 我們吃一分 那時候撩在底下 全部是紅色的下面 全部生的牛肉 特意的 不是 做廚房做得多 是心理變態的 我也做過廚房 我也知道很多變態人 很辛苦的 他們大事大節 他們有罪忙 眼不見為乾淨 我明白 我明白 看到了 食用安全方面 有十一款即食麵 驗出一級致癌物 專家警告長期食用 會有血癌和乳癌 分別是 超多 凝多 凝多拌 是不是凝多拌 不是 好像那些seafood 日本印尼 菲律賓那些 少點吃 出錢一丁都有 告訴你 出錢一丁 出錢一丁 有幾隻 總之即食麵 都不用說了 你昨天問誰 你昨天問她 她說 辛辣麵 有沒有粉 你覺得呢 真的在網上看 太多了 多到說不完 那些牌子 等一下 說錯了阿凡 總之 驗出七款 由印尼、日本、菲律賓 出口即食麵 有一級致癌物 叫頑養月圓殘留 這些小食為妙 總之 那天吃完公仔麵 它不是胃 它是肝 在我摸自己的右手臉 的肋骨下面 捱著捱著 大家吃這些 就要 盡量小吃 吃米粉 去茶餐廳 好 那我們說一說 嘻 嘻 這個老爸 大義滅親 女兒藏獨 走去報警 然後說 拘捕了人 警方上個月14日 有個53歲的老爸 就是姓李 他說報警 說女兒在觀塘 藏獨 警員到場搜 搜到12.5克 懷疑癖可卡欣 還有23.5克 懷疑陸案同市值是3萬元 警員涉嫌藏獨 拘捕了她的女兒 她的女兒很小 只有19歲 然後 然後 那些阿sir 走去找找找找找 又找到一個 拆架 他 進一步調查 再在7天之後 突擊搜查這個 荃灣中安街 找到700克懷疑毒品 有292克 那3個被控 犯運危險 藥物 那就糟糕了 這些 真的 一經定罪 可以判終身監禁 另外 講一講 玩直立板 現在很流行玩這些 很流行 不知為什麼呢 以前喜歡玩獨木舟 他們都是一奇奇的 現在沒辦法 你不能出去 去布吉 玩水上活動 去泰國 就在香港玩吧 石澳 有人玩水上活動 預歷失蹤 昨天下午3點 3個男人 水上活動期間 一個人玩直立板 兩個人玩商人艇 他們在赤柱經過大潭灣 再去土地灣 他玩這些路線都走得挺遠的 想不到有一個 兩個人到了土地灣 不見了人 因為只剩一塊板 原來那個人掉下水 報警 水晶輪消防船 在海面搜救 政府飛行服務 派出直升機 不斷在上空盤船找失蹤者 也沒有發現 失蹤男子是26歲 懲教署二級懲教助理 現場就是土地灣離岸 100米位置 消息稱 失蹤26歲 聖陳男子 他本身懂得游泳 玩這些東西不是有救生衣嗎? 他懂得游泳 他也是懲教署助理 說前一天踢完球 第二天跟人出海玩直立板 玩著玩著就不見了 沙灘上有他的背囊 有他的獎 為何這麼奇怪呢? 然後就找 好了 找了八小時後 找回一條獅子 真可憐 找到了深夜11點 在土地灣對開海面 找回失蹤男子的遺體 死者的遺體 由水警輪送到香港仔水警基地 由黑箱車送到臉房 唉,真可憐了 聶,是不是有事要分享? 沒有那個獨木舟 是不是 慘了 其實玩水上活動 很難說 看你的狀態 曬一下曬一下 如果中暑的話 要暈就暈 人的東西 是不是? 我們年輕人打籃球在球場 要暈就暈 他突然中暑 你頭五秒可能沒事 之後 眼前一刻就中暑 如果你想想 你中暑的話 是會死的 在海裡 穿救生衣穩陣一點 我夠憎於 頭浸了下水 也會死的 你的頭先下水 腳上來 你一暈都是拜拜 所以 欺山磅欺水 其實我覺得 山水也不應該欺 尤其是這麼風和麗的日子 是啊 我們是獨男的性格 絕對不喜歡戶外活動 真不好意思 我的戶外活動 曬太陽而已 好 講講其他 最大型的假結婚集團 入境處賭婆 150宗涉千萬元 兩個主腦判監了 他這個假結婚集團 在2014年至2018年期間 安排了150宗假結婚 令到非本港居民和香港居民 假結婚 騙了香港居留身份 超過一千萬的涉款 香港入境處披露 已成功賭破最大型 集團45歲的主腦和52歲的女骨幹成員 欺詐罪名成立 各判33個月 說他這筆錢不是多 你想想 一百五十個才騙過一千萬 可能一個都是十萬八萬 行動中 哇 拘捕的人就多了 164人被捕 包括85個男、79個女 其中126人就是本港居民 38個是內地人 被捕人士 有六成是19至35歲 有專業人士 貪賣這些錢 還要跟別人分 十萬八萬 有些什麼人 有妙齡的護士 19至35歲的護士 大學生也有 入境處就說 集團透過登報者通訊軟件交友 申請可以找到巨額報酬 招攬一些想賺錢的香港人 特別是年輕人 參與假結婚的勾檔 俄清可以得到十萬元 但最後 碰到了 只有幾千元 哄你 米爾城催 船母說要不要不要就走 他們拿了 也沒有舉報 因為自己也是犯了法 做這些行為 絕對不應該 另外 看看 這麼搞笑 這件事也是大陸的 不說 說說2019年 示威期間 有個中槍學生 名字叫曾志健 我真的看了曾志為 曾志健 昨天被捕 今天提堂 他說2019年 反修例期間 在荃灣被警察開槍 打中左邊胸口的 學生曾志健 在13日再次被捕 警方表示 拘捕了一名21歲的男子 因為沒有按照法庭指令 歸壓而被捕 因為一度流傳他 曾經要他出庭的時候 就是 著了草 不見了人 今天會在區域法院提堂 案發時他在讀中學 荃灣公立何傳耀紀念中學 在2019年10月1日 示威期間 警員開槍打中他的左邊胸口 一度危殆 事後 跟一個理工大學的博士生 被控暴動罪 令被控兩項襲警罪 他前年12月22日 沒有如期出現在法院 法院最終 應控方要求發出拘捕令 其後有海外組織 代他發出聲明 他已經流亡海外 但沒有交代過地點 不過 說而已 原來是在香港 因為昨天被捕了 這樣的 就是這樣的 唉 何必呢 年輕人 對不對 剛才說的那些 根本是過去了 過去了 不說了 無謂 說什麼都有人說 這些 大家想的東西都不同 好 西貢有個外籍男人 在家裡暈倒了 嘩 他工人發現之後 死了 就在剛才 凌晨 零時零婚時段 西貢 豪沖路 豪沖新村一個單位 31歲 外籍男人 昏迷 被家庸發現 報警 將昏迷的事主送去搶救 誰知道去到醫院 證實是死亡的 死因 有待確定 又一宗 保安員在油堂公下 樓梯 應該是巡視期間 昏迷 當場證實死亡 又是剛才 凌晨2點 一個五十多歲的保安員 倒臥在四山街11號 華麗工業大廈六樓的樓梯 被發現後腦有傷痕 救護員接報到場 經過調查 事主證實死亡 封鎖現場調查 初步相信事件 沒有可疑 跌傷 撞傷 死者 遺體 被送去殮房 要解剖 證實死因 阿sir說沒有可疑 也要驗屍 原本 他說在晚上 昨天7點上班 今早7點下班 誰知道 就在凌晨2點發現他在梯間 都頗恐怖 有人走下下梯 有人躺在那裡 斷了氣 都頗恐怖 另外沙田路巴士 旅遊巴箱撞 九傷 一個人嚴重 九個人受傷 早上七點八 八、九個字 巴士和旅遊巴箱撞了 現場消息 巴士上五女兩男乘客受傷 旅遊巴司機被困 一個女乘客受傷 當中一個人是傷勢嚴重的 警方正調查意外原因 那怎麼辦 十元八兩的車位 有人搭紅車 拿十元八兩的車位 露營油 行李亂放 那司機呢 即是紅車司機說 走啊 什麼 但他給了錢 天口慶 昨天啊 三十五度 連續幾天都三十五度以上 那些人都比較粗 那紅車呢 貼些文 上這個社交平台 他聲稱一個西客 給一人錢 十元 就罷兩個位 就放在他的露營用品 這樣 那 紅車大佬就問 你當我的車是貨車嗎? 要求你放好行李 其間呢 互相高聲問候 那些乘客都什麼人老母的 那最後那司機呢 就逐客令了 亦將對方行李放回車外 丟他出去 即是全部說 走 那些東西走 那帶頒網民呢 一面倒就支持司機 就說 香港真的很多西客 好自私的 那我們其實呢 搭得多 地鐵都看到很多人 是將他們的背包 搭巴士都有 把他們的背包放在那裡 就霸位 那 他有好意思的 那現在每個人都像忍者一樣 戴著口罩 更加好像 屍無忌憚 我發覺那些人戴口罩之後 在網上說話大聲一點 做慣忍者嘛 所以 都是這樣啦 香港都是這樣 我不知道全世界是不是這樣 我覺得其他地方都是這樣 人的陰暗面來的 好 那三部門在機場三跑執法 拘捕了一個通緝犯 原來 上個星期五的禮英這則新聞 就是昨天 展開一個 哦 因為打鬥事件 上個星期五 昨天在三跑裡 拘捕人 又做一個冠軍代號的反罪惡行動 打擊非法勞工 和地盤相關的罪行 拘捕了一個48歲的本地男子 他是通緝犯來的 做了一些事情 另外看到一件厲害的事情 日本開關 45天環島遊 吸引18人參加 嘩 毋毋多少錢 知道嗎 30萬 18位團友團費540萬 報復式旅行 有機會和大家說多些旅行的事件 今天的新聞來到這裡 謝謝 拜拜